我能夠跟著我 你敢敢要親我 其實感動的關係 只要可以在眾生的心想發現 我都希望可以收錄成專輯 所以這張專輯一樣不例外 又有感人的故事 在這張專輯當中 有一句話我自己很喜歡 但是我今天很討厭 我怕今天唱得不好 因為每一回這樣的歌曲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調整 沒有人聽到唱的啦 對啊 你說不好都對我來說很關鍵 不敢 因為有很多歌曲 都在英雄紓搖的時候 才來找到我 但是這個紓搖已經是自己人生的路面了 譬如說已經罹患癌症末期了 也就是說四大人已經甩了 才拿到我的專輯 扣到他們的靈情 這對我來說是很大很大的打擊 我會覺得為什麼會不會負 為什麼會不要緊 是 但是最後 這些四世都會跟我說這句話 這些歌謎都會說 我們身為他的家人 我們一樣愛著雅雯老師 我們很怕給你麻煩 但是我們只要交代這句話 就是我們的親人跟我們說 我們好愛你 好愛雅雯老師 OK 妳 雅雯老師最近做多少事情 我們黏米 一直向大家補給 我想妳 新歌這首歌 現在先給大家援唱一下 好不好 因為妳很愛我 我無德無能承受不起 我只能用歌曲 很好妳 妳真的愛過我 謝謝 好 啊 她把她說了 我心 甭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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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甭情 的 你愛 想說 神呆 甭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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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啊 人有感 人敢走門山 你感 人敢押穿我 今無締 無緣 能來夢一朵 人有風聲 你真的愛過我 這首歌曲你真愛的那位老師這樣唱歌 他感覺說 剛才有說 我要愛大家有時候會不會付 是 所以希望有需要雅雯老師的地方 他都是盡量感到夠 如果有看我們節目的人 有知道有一個叫王媽媽 王媽媽 因為孩子要照顧孩子 孩子得了好像是腦性麻痺 是 因為愛照顧孩子 所以他沒有時間頭上去看醫生 他本身身體很不好 這個節目 這個孫子來到我們節目之後 經過雅雯老師去跟他拜訪 去跟他說之後 這個王媽媽 他現在要感謝 到底是感謝什麼 大家請看這段下面 感謝邵劫 他總會 剛才問老師的幫忙 我這個禮拜是 去病院檢查身體 希望大家也可以平安健康 感謝大家的幫忙 感謝大家的幫忙 完全是男人 所以說你都要自己顧好 你不要有辦法照顧自己的視線 對 他已經要檢查身體了 而且醫生說會把所有病人都查出來 好好地治療 希望大家都平安 但是人生在別人發生這樣無常的時候 我們說他無常 發生在我們的心想的時候 我們說叫做無常 因為我們不能去接受它 但是看到別人的無常的東西 請你們把阿姆一直在當下 頂照我們身邊所有的人 尤其是我們的四大人 友好 行僧 不能滿 祝我得見